屆城街、河濱公園 上個街都受不了 我們肯定的也受不了 顯得受不了 最終不行的 現在在牆生 牆羔都受不了 昨天桂陽當局通報 又新增大量感染的病例 疫情快速增溫 導致核酸檢測的系統崩潰 桂陽市城區共有六個行政區 目前四個區全方 其餘兩個區部分封控 而在封控區域中 花溪區和橫跨雲岩區 南明區的花果園編區 5天前就已經實施全域臨時管控 其中花果園號稱亞洲最大小區 擁有近50萬的常住人口 但近日網上傳出有大量花果園編區居民的求救信息 居民已經在生死線上掙扎 臨近20大召開 北京突然爆出疫情的消息 昨日通報 北京化工大學昌平校區關聯聚集性感染者 已經上升到18例 同時中央民族大學附中也發現了3例 暑假結束 近期將有近23萬的高校師生員工 陸續返京返校 疫情傳播風險將增大 20大將於下月16日在北京舉行 中國各地也增相封城 而且中國的傳統節日中秋節也即將來臨 當局突然宣布北京有群粹感染 令外界懷疑別有用心 四川勞定地震之後 所屬的金茲州防疫指揮部明文規定 災民和救災人員每天須做一次核酸檢測 據此有網友表示這樣的做法文所未聞 但相關的評論 目前都已經遭到大陸的網管封殺屏蔽 當地的居民表示 由於疫情封鎖 夠緩緩慢 實際傷亡的情況更嚴重 地震也令到滯留在西藏人員的撤離之路 更加艱難 西藏8月初爆發疫情 目前已經有一個多月 仍有大量遊客滯留 目前從西藏撤離只剩下一條路線 但是道路塔坊落石 還要面臨食物短缺住宿難 好 好